我们先说酒的种类 全世界酒按照制作方法来划分 它只有两类 两大类 一类是酿造酒 一类是蒸馏酒 酿造酒非常古老 一直是主流 人类酿造酒的历史 至少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人类最早的酿酒活动 只是简单的重复大自然的自酿过程 它不是你追求的 是大自然就发现了这种自酿的酒 一边获得食物并能在短期储存食物 它有一个好处 可见酿造酒就比较容易获取 但世界上的蒸馏酒的历史并没有多长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长 世界上蒸馏酒的历史 以全世界的学术研究 它不会超过900年 而我国蒸馏酒出现的时间还要晚一些 那这个说法不一 大部分人都认为蒸馏酒进入中国 不过就是元代的事 那就是说有700多年 蒸馏酒并不占酒的主流地位 它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是蒸馏酒工艺更为复杂 它成本非常高 再有就是蒸馏酒所需要的原料 也就是粮食它更多 在古代的时候消耗太多了 在农作物不够的情况下 这个蒸馏酒是很难普及的 因此呢消耗低 成本低的这个酿造酒就成为了酒的主流 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 酿造酒呢它有一个特点 它酒精度不会高 绝对不会高于20度 它为什么不会高于20度呢 是因为在酿造的过程中 发酵的酵母菌 基本上到了16度左右呢 它就失去了活性 过了20度它就酿不成了 所以呢 你如果酿造酒啊 你说你跟我搬杠 你非说有高度的这种酿造酒 我告诉你高度的酿造酒呢 都是添加了其他技术啊 才能够把度数提高 它不是直接酿出来的 我们熟悉的啊 古诗词中提到的酒 一定都是酿造酒 比如诗经是这样说 八月波澡十月祸到 为此春酒以戒没寿 大家熟知的啊 这个白居易问刘十九就说的是 红泥小火炉绿以心悖酒 晚来天欲血能饮一杯无 这说的就是这个酿造酒啊 这个酒还是带点绿色啊 过去说灯红酒绿就这么来的 那么你看宋代词人 星期集喝的也是酿造酒啊 他说点简声歌多酿酒 蝴蝶西元暖日明花柳 我们过去这酿造酒啊 大多数都是浑浊的 都是浊酒啊 它跟今天我们这个出游啊 农家乐喝的那个酿造酒都差不多 他度数比较低啊 多少肚子都有 最低的只有两三度 那么你看这个文学作品中啊 你比如《水浒传》中啊 景阳岗武松打虎前喝了十八碗酒 那都是大碗筛来 那酒就不可能超过十度 超过十度 那武松有多的酒量 也得被老虎吃了 就打不了老虎了 由于这个古代的酒都是浑浊的啊 它是这个用 比如用水果啊 用粮食啊 他酿的酒都是浑浊的呢 他就喝的之前呢 他往往要过筛子 过杂志 所以这个武松经常对酒家说 再筛三碗来啊 你比如说水浒中经常说 大碗筛来啊 那过去那筛子都是竹子的嘛 所以筛这个字就是竹子头 就是所谓大碗筛来 就是大碗城来 过一遍筛子 那关于卓九的诗句就比较多了啊 比较有名的就是路由的 由山西村啊 就说墨孝农家辣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屯 下面这句是大家都熟知的 山崇水赴一乌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比如范仲淹的 这个瑜伽奥 他说灼酒一杯 家万里 焉然未乐 归无济 灼酒一杯 再有就是大家特别熟的看三国演义啊 这个杨慎的林江仙啊 一壶灼酒喜香风 古今多少事都赴孝坛中 这灼酒它有一点啊 就是你怎么筛它 你绝对筛不成清澈的 你怎么筛它就是杂质没了 但喝起来还是浑浊的 真正把这个酒弄成清澈的 这个酿造技术 就是日本的清酒 它也是酿造的 你注意看 日本的清酒一般标志都是16度啊 它绝对不会再高了 再高 它这个酒劲就没了 反而 清酒它怎么去把它 由浊变清呢 是日本清酒的一个独家 这个技术 我们呢 一直没有这个技术 所以中国人喝的酒 往往都是混酒 这个酿造酒 你甭管它清酒还是浊酒 它只要是酿造酒 它就有一特点呢 它就不太容易保存 它容易坏 所以我们古代的那种酒瓶 比如典型的都是煤瓶吧 它口都要小嘛 容易密封 保留它 没喝完了以后 还能多割几天 我们今天喝这种酿造酒 要保留不好 很快就坏了 它蒸馏酒就不是这样 蒸馏酒你打开盖 你随便打开 只要它不挥发 那酒都能够保留很长时间 我们有一句话 老说这酒越沉越香 其实越沉越香 这是一个说法 其实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出土 现在也有一些 比如八百年的 一千年的 两千年的 都说这酒是老酒 这酒真的是不能喝了 因为里头的菌种 早就坏了 我也不知道 据说当年什么 郭木若先生 还喝过马王堆的酒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谣传 他喝了 他就肯定得说 这滋味如何 肯定不怎么遮 蒸馏酒 我们今天说世界上三大蒸馏酒 非常有名的三大蒸馏酒 主要是有什么 有威士忌 白兰地 一般说英国的威士忌 法国的白兰地 再有就中国的白酒 其实很多人喝威士忌 他都不知道 这威士忌是从啤酒中提炼出来的 这威士忌就是把啤酒一蒸馏 就变成威士忌了 那白兰地呢 白兰地是从葡萄酒蒸馏 提炼出来的 这两种酒呢 理论上讲都是间接产生的 但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这白酒 这个可以从粮食作物里 直接提炼 非常的独特 我去这个茅台酒厂看过 直接从粮食里 直接就蒸馏出来的那白酒 只不过刚蒸馏出来 那白酒特别辛辣 几乎不能下咽 它得经过其他的工艺 还要储存一段时间 才能变得入口比较绵软 我们今天老说白酒白酒 其实白酒它还真不是白的 它是透明的 因为透明的叫清酒嘛 所以我们就不能叫清酒 就叫白酒 但白酒这个词汇 出现的非常晚 有多晚呢 就比你大不了几岁 甚至有的岁数大的 那白酒出现的时候 比你岁数还小呢 白酒是解放以后才有的词 解放以前 你查所有民国以前的文献中 没有白酒这词 那过去叫什么呢 过去叫烧酒 叫老白杆 叫烧刀子 叫烧白 二锅头 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蒸馏酒 过去它是按照工艺 烧制出来的 所以叫烧酒 酒这东西 凡是喝酒的人都知道 喝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人都有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呢 它会产生一种心快感 就你愿意说话 你显得很兴奋 比如我们最早的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 哪个人都能喝呀 远吉创作了古琴曲 酒狂 你想想他喝完酒 一定是喝完酒 才能创造这曲子叫酒狂 这曲子是不喝酒 肯定写不出来的 软弦呢 是软吉的侄子 他呢 性子比他 这个比他输还急 还刚烈 所以喝起酒来就更狂 喝起酒来 根本就不用酒杯 直接拿着大盆喝 所以被人嘲笑 说你这哪喝酒 你这像猪吃食 所以他也不恼 也随便说 刘玲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刘玲喝了酒以后 就脱了衣服 就裸着让别人笑话 说这个 我是把天地当房子 把屋子当衣裤 你们为什么跑我裤子里来呢 说的都是魂话 那么到了唐代以后 唐代以后 我们都知道 这诗人写酒的就比较多 那典型就是李白 李白说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我这个一直就不明白 这对影成三人是哪三人 一个是他李白自己 还有一个是酒杯中的倒影 还有一个是月亮照的影子 这对影成三人 我觉得对影也顶多成俩人 所以这个李白喝大了 可能看着就多一个人 你比如这个杜甫 杜甫 总体给人感觉是忠厚老实的 但他也写过白日放歌 须纵酒 青春作伴 好还乡 写得非常四义 白居易 白居易白老头 白老头喝酒肯定得写 白老头就没有 没写的事 这一生中 这个全唐朝就他写诗多 什么事都会写成诗 百事进除去 惟于酒与诗 你看他说的多好 我所有的事都没了 我就剩下酒和这诗了 所以我们博物馆里有一个宋代的枕头 那枕头上写着 去愁除是酒 破梦直虚茶 这根是从白居易那来的 那我们再看看宋朝 唐朝喝酒好像跟唐朝的那个 那个风格很吻合 那宋朝人喝酒呢 其实也跟宋朝人的风格是吻合的 比如这个李清照 李清照说 长寄西听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你看 这个喝醉了 连家都找不着了 你说可能不可能 真可能 我在出版社那些年 我们出版社呢 编辑部里失了个人 有时候走一个人 来一个人呢 总是要有个小活动 我记得有一年 我们有一个人离开出版社 有一个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 所以大家喝了顿大酒 这酒喝成什么样呢 喝成就是没醉的人都希望自个儿醉了 要不然太麻烦 醉的人太多 依次都得往家送 我们有一个这个女编辑啊 自个儿喝酒喝大了 然后回不去家了 想不起家住哪了 然后就敲我们家门 然后就说哎呀 马维都啊 你能不能行行好啊 把我送回家呀 我实在找不到家了 然后他一走 我太太就问我 说他找不到他家 他怎么能找着咱家呢 那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出版社 那历史上也这种事多了啊 这个黄平坚啊 历史上呢 这个也喝大了啊 住在这个朋友家啊 然后呢 还得跟朋友借书啊 就是借苏东坡的书来 然后写下了一个帖 这个帖叫军仪帖啊 这个帖呢 你今天可以看 在这个古工博物院 那个字你一看就是喝多了 那笔都拿不稳了 那苏东坡呢 当然也是没少喝酒 到了黄州啊 被贬黄州以后呢 他还写下说 夜饮东坡 醒覆醉 你看 喝多了啊 一会酒醒了 一会又醉啊 这种往往都是酿造酒啊 归来仿复三更 家童鼻息以雷鸣 敲门都不应 倚仗听江声啊 你说 我这喝大了 这个家里的这家童 怎么敲门都不起来 我只能拿这个棍 听着江水有声 啊 松坡还是比较有情趣的 喝大了还能写出这个来啊 那么唐诗宋词里对酒的描述呢 其实都是比较艺术化的 都是往高的说 到了明清小说的时候 就就比较具体啊 他就 比较写实事了 你比如三国演义里 桃园三结义啊 这个结义这个事 这按照原文来说 就是刘备和张飞 先在大街上看榜 偶遇 然后一起到那小店里去饮酒 后来关羽才推着车进来 三个人喝着酒 就把结义的这事 提上了日程 转天就去了桃园 宰杀了乌牛白马 焚香盟事 举酒结义 这才有了不求 童年童月童日生 只愿童年童月童日死 你看这酒 就有了忠义的味道了 那梁山伯好汉 喝酒呢 肯定是非常豪放的啊 比如鲁志深喝酒啊 闲树上的乌鸦炒 都烦人还不吉利 所以就到拔垂扬柳 对吧 霍炎罗 阮小七 朝廷第一次对梁山伯 招安给了108谈酒啊 阮小七在船上 和手下的十几名兄弟 一起就喝光了 所有的这个玉酒 他自己至少喝了10坦以上 所以你看这个 《水湖》里描述这喝酒啊 往往跟这些 这个义气搁在一起啊 那么你在看这个 这个西游记啊 古典小说都写这个 喝那长生不老的鲜酒啊 《红楼梦》里喝的是什么 都是很雅致的酒 都得玩酒令啊 这酒令里有这个花名签啊 这个是里头每个人抽签啊 不管是牡丹 海棠 杏花 芙蓉 你抽着什么呢 投一骰子 然后显示几点 你就应该怎么着怎么着啊 这些都是食酒呢 喝酒的时候多一个乐趣 我们再看看我们近代史上的小说啊 这个喝酒给我印象比较多的是 鲁迅先生写的小说 比如孔一己啊 他上来就先介绍鲁镇的酒店的格局啊 是穿短衣的做工的人啊 买一碗酒就站在柜台外喝 你能想象那个那个特点啊 买这个穿长衫的呢 就就阔绰点 然后要酒要菜呢 就可以进店里喝 而孔一己是站着喝酒 唯一穿长衫的人 就是哎 自己那个没那么多钱呢 还在这身形头还不能不能落了牌 所以等孔一己腿被打断以后 鲁迅描写孔一己进入酒馆的方式呢 就更是一绝了 说我温了酒端出去 放在门槛上 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 放在我手里 然后高潮就来了 你见他满手是泥 原来他是用这手走过来的 你看这个人都这样了 腿都断了啊 还在忘不了这喝酒 老舍先生的这个文字中 也记载了大量的酒事嘛 他在中年一诗中就说嘛 贫为亏心眉不锁 钱多买酒 有相亲 你看他这拿酒 拿钱换酒 就是可见老舍先生 还是非常重感情的 他这个儿子啊 就是这个书以就回忆到 说他这个 我跟书以先生还算挺熟的 他说他父亲酒量很大嘛 雷宇的曹宇啊 据作家说他那酒量不济啊 每次喝完酒 钻桌子都是曹宇先生 那我们喝酒啊 喝酒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这个酒量 你能喝多少酒 中国人说五酒不成习啊 今天也确实是这样 如果说有个 有个事吃个饭 要是真是一口酒都不沾的话 这桌子上不够热闹 那但是呢 这个酒呢 每个人的酒量是不同的啊 过去有句话叫酒脏怂人胆 是吧 就是你那个喝酒 喝下去以后 你有说可能平时不敢说的话 这桌子上就敢说了 但是 这个酒量呢 它涉及到一个酒品 不是每个人酒量越大 酒品就越好的 真有这样的人就是酒腻子 一上桌就醉啊 这个我就碰过这种人 醉不爱跟他喝酒 就是他上桌就醉 一醉呢 就殃及所有人 所以这 你只要这桌饭上有他 这桌饭一定是不愉快的结局 而这酒量呢 也跟人的体魄没关 你比如有200多斤的那胖子 男人啊 他喝不过80公斤 80斤不是80公斤的小女孩 你看那女孩瘦瘦的吧 一定能喝死你 你喝不过他 你也不一定说北方人就能喝 南方人不能喝 南方也有能喝的 我觉得当然也有民族不同的 我见过那俄罗斯人喝酒 那个厉害 据说这能不能喝酒 他在科学上啊 在你的人的这个基因谱上 就能够体现了 就是说你的解酒媒越高呢 你的这个酒量就越大 如果你的解酒媒的水平很低 你怎么喝你也是死 他跟你决心没关 所以喝酒 我认为适度最重要 千万不能喝酒伤身 年轻的时候啊 每个人都喝酒的时候都在斗 斗气啊 有的这个 我年轻也这样 我并不是说我到这会儿我来教育你们 不是我年轻也这样斗气 跟人喝酒的时候呢 总想把别人喝翻了啊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喝酒啊 去的时候就双方不怀好意 都是想把对方喝翻了啊 那我一去我就说 谁煮喝啊 你那边找出一煮喝的来 你不能一桌子人逛我一人 肯定不行 咱俩一个对一个 那咱就喝 喝的时候都得注意啊 很多人喝酒不规矩 不规矩我告诉你多不规矩的啊 喝酒不注意到 往后到 有人撇着那窗帘到窗帘上啊 还有人到那毛巾上 不是老发毛巾吗 你发现这餐桌上 有人老叫服务人员 换那毛巾的人 那人就有可能喝酒耍赖 他喝完酒以后 拿毛巾一擦嘴 就吐那毛巾上了 一会儿他就叫你换毛巾 我们那时候耍不耍赖呢 有时候也耍赖 怎么耍赖呢 你比如说有一年啊 我跟人家喝酒去 喝酒那人就是想惯我 他自个儿说的明明白白的 他说我就不信我喝不翻你 我说那好咱来喝吧 然后我们就去了 去吃饭到那刚坐下来 他就说先来一瓶白酒 我说干嘛来一瓶啊 咱就来两瓶呗 一人一瓶 好吧 说自个儿倒自个儿的 别互相倒 互相倒 谁也不知道谁多倒少倒 谁倒撒了 那耍赖 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倒 如果倒撒了呢 自罚一杯 然后那人一看我那个样子 就不敢了 就不敢了 他就你这个阵势就把他下了 他本身的酒量是有限度 喝酒量大小是一回事 快慢是另外一回事 有人挺能喝 他一定是喝慢酒 喝着喝喝着 还能喝醒了 他喝快酒也不行 一杯酒下去 他能喝八两 但是这半斤遮去 他也就遮了 所以喝酒呢 就是我真的是不提倡 去拼 就是喝舒服为好 我们这个喝酒啊 他还有一点是必须说明的啊 就喝酒呢 他有年龄限制 各国都有啊 美国大部分的州限制是21岁 比我们还晚 我们18岁以下是禁止喝酒 禁止卖你酒的啊 国外对这个执行很严格的 你非成人 你的自控率就差啊 你就不能这个太年轻的时候去喝酒 尤其不能在外头公开场合去喝酒 还有就是老生常谈啊 你不能喝酒的 就是你开车肯定不能喝酒 我们酒驾的事故年年都有 虽然一年比一年少 我们罚的一年比一年重 但依然还有啊 这个有的国家的这个 酒驾的罚的比我们国家重的多 我们现在好像觉得我们 我们现在酒驾罚的很重 还要判刑干什么呢 在很多西方国家 你包括在新加坡 罚的都是比我们都还重呢 啊 所以喝了酒啊 一定不开车 不要侥幸 尿尿成大祸呢 他不是罚你了 是你终身要背这件事 我们再说说 礼吧 礼这个字呢 今天不怎么用啊 一个游字边 反正游字边都跟酒一定有关系 这边呢 也是个礼 但这个礼呢 像繁体的风字 说完解字 解这个字呢 说酒一宿熟也 就说这个酒呢 是这个 一夜它就能熟了 古人认为礼呢 是一种甜酒 甜酒 有点像今天说的那种 牢骚 牢骚 牢骚不是甜的吗 因为今天大江南北 都用当地的粮食 自酿牢骚 我就挺爱喝那牢骚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说 就是一个米酒 它一晚上就能酿成 所以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这种牢骚就是一种甜酒 那么剩下的那个 就是喝完的那个汁是甜酒 剩下的那就是糟 汉代这个王冲论恒 这书很有名 他说酒里义气 饮之皆醉 他说你喝多了 这东西就醉了 那么孔子说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 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甜如礼 他说的是个道理 就是君子之交 我们讲究就是 每个人都是相敬如宾 没有各种金钱的往来 但小人之交呢 他就会有甜言蜜语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礼这个酒 它是很甜的 很容易入口的 很容易取悦于人的 那我作为华人雪花礼的文化大使呢 我多次喝过这个礼啊 中国人讲究什么呀 至礼代嘉宾 这个酒啊 他不能牛饮 就不能说好 你这一杯接一杯 受不了 这个酒的度数 他偏高 他非常适合呢 朋友之间聊天 交心 畅谈 也适合你一个人在书房里呢 慢慢的读拙 你在书房里 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自己开一瓶礼 在制杯里倒上那酒 那个大小合适 攥在手里也比较舒服 你可以在书房里获得一种 极佳的饮酒体验 我们的酒啊 你看跟西方的酒比较起来 我们的烈性酒 一般情况下不适合自饮 但西方的烈性酒是可以的 比如威士忌和白兰蒂 它可以 一个人在家里倒一杯 在书房里 在客厅里自己喝 但我们的白酒 很少有这种现象 但李可以 李可以在家里呢 就是自酌自饮 非常惬意 他这种感受呢 恰好啊 是白酒 到那种比较清淡的酒之间的那种感受 这种感受呢 只有你喝了你才知道 那酒文化啊 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出现 大概在史前 我们就开始有酿酒活动了 养烧文化可以找出来 以素 薯 水稻等原料的这种酿酒 华润雪花这款礼的诞生呢 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千年的酿酒文化的一个致敬 他在传统中呢 这个不守旧 在酿造中呢 继承了这种古法 古礼的这种原料 选用的有机素啊 薯啊 一米和兰州的百合干 在创新当中呢 他又不出格 采用高香麦芽 焦香麦芽 结晶麦芽和低溶解基础的麦芽呢 搭配突出了这种麦芽风格 适合现代人引用的这种偏好和口味偏好 每个人口味是不一样的啊 同时里的原麦汁的浓度呢 是18.8%啊 酒精度呢 大于或等于8度 你知道啤酒一般就3度啊 非常适合这个社交宴饮时候呢 那个那个度数啊 它是既不高又不低 那么这款酒既恢复了传统啊 又有创新 它是为我们就某一种酒呢 填了一个空白 华人雪花希望通过礼呢 致敬中国千年酿酒文化 使中国的啤酒能够真正的代表中国的酒文化 我们今天啊 酒类销量最多的一定是啤酒 不用问 可是啤酒呢 来中国只有一百多年 啤酒的皮子都是个生造的啊 是从英文beer过来的 刚进中国的时候 中国人都不知道这叫什么酒 都管它叫马尿啊 都是散装散打的 七十年代上个世纪啊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北京到处那个商店呢 都有排着队打酒的场景 有拿暖瓶的 有拿锅的 有拿盆的 甚至拿塑料袋的都有 那么发展到啊 后来大绿棒子装的这个啤酒 再后来又发展到罐装啤酒啊 尤其是黑啤啊 我这个我们那代人 我比较喜欢黑啤 因为黑啤它比较浓郁啊 它有劲 酒精度大一点 生啤我就觉得它太淡了 黑啤的酒精度就比一般的啤酒高啊 现在技术更好了 据说这个德国有六多度的啤酒 那个啤酒我没有喝过 但是它一定是用冰流技术制作的 我们说的蒸馏酒是用高温技术蒸馏的 把多余的水分这个蒸发掉 剩下的就是你和酒精的混合物嘛 就是酒那冰流的技术呢 是用水的凝固点呢 比酒精高的特点 然后把这个用低温把水分提出去 那剩下来就是混合酒 酒精度比较高的这种酿造酒啊 但这个酒它不是用高温 是用低温 啤酒对中国的影响是越来越深的 它不仅仅是因为啤酒本身呢 含糖量高 糖能给人快乐嘛 还是因为它价格低 大家都喝得起 我们年轻的时候能喝的酒也就是啤酒了 这个葡萄酒那时候都挺贵的 白酒更喝不成啊 就喝不起 我们今天想啊 回过头去 你比如想我喝酒的历史啊 就不同时期呢 有不同时期的酒文化啊 就是年轻的时候啊 我觉得真的是爱喝啤酒 尤其一群人聚会的时候 开一箱啤酒啊 显得又足够量 又没多花钱 所以喝起来谁都能喝两口啊 不能喝酒的人也能喝两口啤酒 所以呢 啤酒是成为我们喝酒的一个主流 那再有就是红酒和白酒 那么红酒呢 相对来说就 就贵一点 那么白酒就 成本就更高一点啊 现在我们白酒有的 这个白酒的价格还是挺高的 那么酒是这样啊 不管你喝什么样的酒啊 也不管你是什么年纪 喝酒呢 它是一种社交文化 有的人生性喜欢 有的人没那么喜欢 那喝到什么时候最好呢 我认为喝到微醺最好 这个说什么叫微醺呢 就是 你说的时候有说话意 看谁都很高兴 这就说明你到位了 这时候就要控制自己 不多喝 我曾经在做官复都督这节目里 说过一句大话 我说我喝酒的酒量比较大 有一个指标叫平生没醉过 我为什么平生没醉过 不是我的酒量能让我平生没醉过 是我的自控力很好 当我发现我再喝一口肯定是醉了的情况下 我打死都不能再喝 这就叫酒品和酒德 那我们这款华润雪花的礼啊 可以用来这个满足一部分人对高端啤酒的需求 彰显他们的与众不同 同时企业品牌的结构也得以全面的一个优化 可以说做这个礼这款酒呢 一举多得 那我们这一集讲酒啊 所以必须要讲一个戒律 因为喝酒喝多了 它会误事的 所以有一个原则 你们记住了 第一是不贪杯 不贪杯 抱舔天物啊 多好的酒啊 你光光光的 最后都胡了八度 都喝肚子了 最后都吐出去 那真是抱舔天物 浪费了 第二呢 不逞能 不逞能 就是能喝三两喝三两 能喝五两喝五两 但不能能喝三两去喝五两 能喝五两去喝八两 那就逞能了 第三的步呢 是这个不较劲 跟人家喝酒 就是喝自己 不是喝对方 你较着劲非得把对方喝翻了 最后自我也伤身